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几岁 我26岁 现在是单身了很久 很期待拍拖的时候 真有 公开找条件 很想有个人可以陪我播剧 然后吃架仔饼 我小时候有一个幻想的 我觉得女生砸麻味是很漂亮的 拍男排女将的时候 因为有时嘉瑜都会砸头发 我都会觉得嘉瑜很漂亮 对不起王子 走这条路都很好 幸好身边的人很支持 他们可以选择 觉得为什么你要做梦 这么辛苦扬大你 你给了什么 可以是这么想 但他们没有这么想的时候 相对自己会有很多压力 给自己做好一点 这么多年 一直自己努力 到这一刻有些成绩 可以给他们 觉得都可以兴奉我 跟家人说 我跟郭富城拍戏 但又要按照自己 不要是一个小粉丝 我出来做事就是要专业 有时会太兴奋 我觉得 我都是屋村成长 家里都是普通的一个家庭 所以都是靠自己 所以才觉得自己去维生 就算那一刻没有拍摄工作 就真的要找工作 手停口停 即是哪一行都是 我没有想着转行的 那时回了厨房半年 我自己是某程度上 是奠定了自己 真是很想做演员 很想做表演这件事 都听到很多人说 胡顶軒你真是 那个样子很小 或者好像长不大 正正就是在 在演朱炳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才认为原来不是 我的样子像小 但是我一说话 或者我去表演一些情感的时候 都会是比较多思考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我已经慢慢地长大了 我觉得很幸运遇到 阿King这个角色 我其实很喜欢阿King这个角色 因为它很少我们可以令到 别人看到一个 这么坚持的固定片 家瑜 我想跳高一点 为什么可以跳高一点 我已经练了很久 我什么方法都试 我试过倒立的 但是为什么都跳得不高 说不许仔 我很难得可以遇到 一个这么多角色 所以我都会很怕 一开始大家 会叫我做固定套 会不会是 有点不喜欢这个角色 很幸运大家 在后来看到阿King的成长 我就自己觉得放下 下面给我打一下 我看着路蒙的路口有点在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